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菜单 我们点这个上下它会滑动 对吧 我们等于是用咱们自定义的这个空间来代替了安卓里边的那个菜单空间 但是咱们都知道安卓里边的这个菜单空间呢 是不是点击manu之后会显示或者隐藏啊 对吧 但是咱们这里边现在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就是还不像系统的空间那样灵活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空间的这个点按钮事件也给封装进去 好吧 我们把这个也给补进去 这个呢也很简单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空间上 加载一个安卓里边的监听事件就可以了 怎么做呢 我来把代码给大家敲一下 我们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空间这个目录 找到我们的这个view 把它打开 要怎么做呢 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这个代码写在咱们这个初始化 理论者监听器这个方法里 要怎么写呢 我们的这个 L-A-Y Bottombox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事件 叫SET A-T-Lizena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边呢 扭一个 什么 A-T-Lizena 是不是 可能扭出来这么一个 对 然后在这里边要怎么做 还有几个参数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把这个 事件的这个view就传进来 对不对 布局传进来 然后还有一个叫 K-Code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按键的这个代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按键有很多 对吧 每一个按键 传进来的就是它对应的这个代码 另外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K-Event 事件 这事件包括什么呀 比如说你点击 应该是 按照咱们想的 正常的点击是两个吧 包括鼠标 按键的 不是鼠标 是那个 包括咱们这个键盘按键的 按下 和松开 对不对 这两个事件 对吧 所以在这个Event里边 它也给传进来了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这样做 做一个判断 对吧 如果 是吧 这个K-Code 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K-Event 里边有几个 常量 其中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了没有 有很多常量码 01234 56789 这是数字 什么A B 这是键盘 这是不是看到后退了 对不对 包括 拨打电话 摄像头 是不是 我们要找什么按键 我们的那个 是Manuel 对吧 拆拦这个按键 我们来找到它 看在哪里 在这 是吧 如果点击的是 这个按键的话 是不是 要触发我们的事件 对吧 同时呢 我们只做这一个判断 还不行 还有一个判断 是什么判断 对吧 应该是你这个按键 在松开的时候 放开的时候 对吧 它能够弹起来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判断 传过来的这个Event 得到它的这个动作 Action 是吧 如果等于 K Event 里边的这个 Action 是吧 公开的时候 公开这个按键的时候 好 下面我们要做什么操作啊 对 这就很简单了 就控制它打开关闭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些代码 就可以拦截到我们 手机键盘的事件 模拟我们真实的这个 菜单空间 我们把它来运行一下 看看我们点击Menu之后 起不起这个作用 那正面安装 好 我们来点击一下 嗯 对吧 起作用了吧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这么做 还稍微有一点不完善 我们最好呢 虽然在这个 我们现在在监听器里边 哦 这个不对 运行错了 应该是我运行的是我写好的代码 应该是运行这个 我运行的是我写好的这个工程 应该是这个工程 我们再点Menu 我说刚才怎么突然又可以了 其实我们点Menu啊 看见没有 没有作用的 对吧 刚才我那个起作用是因为我运行的其实是我写好的代码 如果按你刚才这种写法其实是不行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少签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空件的这个焦点 要给设置上 什么焦点啊 这里边有两个 一个是SetFocus 一个SetFocus InTouch Model 这个InTouch InTouchModel 这个 就是指在点击的模式下 能够获取焦点 我们设置这个方法 给它传递一个处 它才会起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安卓里边的视角传递啊 你如果不不把这个空件设置 它的点击模式下 这个焦点能够获取掉啊 也就是说 这个按键动作 就不会被发送给这个Will 它的这个一层一层的传递啊 会被拦截到 是不会被发给是不会被发给它的 知道吧 我们把这个能够在获取焦点 把它给设置之后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刚才点击Manual 不起作用 对吧 我们把这个焦点为处 再来看一下 运行起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下起作用了吧 对吧 所以说这点我们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在这个空件上面 如果要想要监听这个 手机的按键实践 要把它这个焦点的获取 给设置设置上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善了 用户只要在手机上面一点Manual 我们这个菜单也会像真实的菜刀空间一样上下显示或者隐藏 好吧 然后我们继续我们昨天的这个数据库这一块 我把它打开 昨天讲到这个要用反射这一块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真实的数据库类 对吧 我们今天就设计一个数据库 然后把它给映射到咱们的这个代码里边 它设计数据库要分哪几个步骤呢 我们首先要设计一个实体类 这个实体类呢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表的一个映射 这时候我们就又要新建包了吧 新建什么包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里边 实体类应该是包的名字叫什么呀 model 是吧 好 我们建一个model位 model包 然后在下面要建类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模块有这么几种 对吧 我们要建的话就先建一个人员管理类 人员管理的这么一个模块 因为人员管理呢 这是这里边最基础的 你最后的最重要的这个记录消费 这些都要有 比如说人员呀 账本类别 对吧 这些都要有 我们就从这个最基础的 这个肢体类开始建起 我们今天就建这个人员管理 这个类要 新建一个 叫什么呢 就叫yosa 我们这个人员管理都要有什么属性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好的这个程序里边都有什么 我们通过这个能看出来吧 应该有姓名 对不对 我们新建一个看一样 应该是 我们的人员只有一个姓名 但是你在这里边只有这一个属性其实是不够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插入到数据库里边 不只是插一个姓名就完了 对吧 我们一般都还会有什么呀 有主见 对不对 有他的这个当前这条信息的应该是一个状态 比如说是否被删除 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删除并不是真正的把它删除了 而是把它这个标记 置为一或者零或者真或者假 对不对 标记为他是否是删除 因为这个删除分为一个是物理删除 一个是逻辑删除 对吧 物理删除是真正的从表里删除掉了 逻辑删除只是从逻辑上把它就删除了 因为我们有一些数据是用即便是用户要删除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真正的把它删除了 对不对 比如说用户记录了一个账 用户记录了一个账 这时候用了类别 比如说是买菜 或者是用了一个选择了一个人叫张三 过了几天他觉得这个类别没用了 或者这个人没用了 他在类别里边把它给删了 你说你能够把它物理删除 直接从数据库里边删除吗 肯定不能对吧 你删除你的账里边又映射了有这条数据 你这整个账不就乱了吗 对吧 所以说状态也要有 包括添加日期 这些都是建立表的时候一些基本端 肯定要有的 对吧 我们现在就开始建立 这个建立的这个代码呢 我就不手敲了 我我们直接复制过来一个直接用 好吧 在这里边我们要有这几个 把它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呢 我们把这个命名 这个按咱们约定要把它改标准 对吧 你这个实体类上面 最好把这个注释都给它写清楚 因为你这个实体类是对你表的一个映射 你不把它这个注释给写清楚的话 你回头很容易就搞混 这个字段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好吧 我这上面已经写好了 你以后再做到这个表的实体类的时候 也要把它写清楚 这样的话 你以后再看你的代码才容易理解 我们这里边建了几 几个字段 一共是三个 对吧 User ID User Name 还有这个添加日期 对不对 还少了一个 我们要有这个状态 我们把它建立一下 刚才少复制了 状态呢 一般用Int类型表示 对吧 尽量不要 像状态这种 尽量不要真的把它弄成一个布尔值 你用一个比如说删除针 删或者是没删除 是假 用这种布尔值表示 你如如果日后又出来一个新的什么状态的话 你用真 你再用真假表示就不够用了 你知道吧 所以用Int的话比较好一点 这样的话 你的状态 你只要是数字 012345678 这种数字 你每一个数字都可以代表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边用Int 然后是状态的话就叫 Date 对吧 默认的初始值就给它为1 这个 增加日期 我们默认生成的时候也给它拥有一个当前新日期 然后把这个的注释写上 状态 0 是失效 然后 1 就是启用 对吧 0代表就是把它删除了 1 就是没有删除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再生成它的GateSet方法 对吧 实体类也是把它封装好 用GateSet对外暴露 让它访问你这个数据 把这起箱都给选中 点OK 好 这个都有了 这个位置我们要把它给调整一下 放在这个下边 这里边呢我们直接用这个批量替换码给替换一下 它这个很不智能 把M删掉 然后replete all 这个M就没了 然后set也要替换掉 set也有M 也替换掉 好吧 然后参数 按照咱们的这个约定 就要改成P 对吧 好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实体类就好了 建完实体类我们要做什么呢 有几步 这两步你先做哪 先做哪一步都可以 你 这样吧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要再建一个包 先建一个空的这个 Declite DL这个数据库操作层 操作类 我们先把这个键 这个键的话我们要这样 复制下来 扭一个 在这里边 在当前这个下边 把这给删了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叫什么呢 叫 Circulite DAL层 数据库 操作层 好 这样的话我们下边就又多了一层 在这里我们先建一个 空的类也可以 我们下边 感谢观看